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穷瑶奶奶一眼看上的人不是没道理 但是那时候就能看出她轻微的脸弯 又脸的法令纹深一些 看一脸幽梦的时候 觉得她有种楚楚可怜的气质 脸稍微的偏向一边还挺美 果然美女做什么都好看 但脸歪在美女的脸上根本无伤大雅 甚至是锦上鲜花 你这么好看 歪成什么样都对 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法令纹就越来越明显 比同龄人要老很多 年轻是一点小小的歪 后来就越来越明显 再加上走性感风 真的是惨不忍睹 不是每个人转型都能变成中楚红霄书圣的 同样走性感风失败的霍思叶 走了性感风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梦碎多少人 乌云珠多美 只是曾经著名的歪嘴夫妇 这就是传说中的夫妻像吗 每次电视上测写的时候就觉得好歪 朱勋的嘴巴挺大的 可怜 大明公寺里的魏夫人 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有被秒到 微微一笑 脸歪半边 但是足够充得上是风姿错月了 年轻时候怎么歪都不过分 一上年纪后果就来了 深深的把令纹啊 和林和陈德荣的把令纹 像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浪化痕迹都一样 从一连幽梦走出来的姐妹里 萧强和陈德荣是歪脸姐妹花 小时候只看美女 现在才觉得这句真是严重三观不正 萧强的脸已经歪出天际 而且又愈演愈烈的趋势 萧强的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